前朝政府掌管的吉隆坡市政局规定首都所有餐馆 每年必须缴付1500令吉的绿油器清洁费 参营业者抗议这笔费用比营业执照费还要高出4到6倍 大大提高生意成本 西蒙一众联邦直辖区国会议员 今天在市政局首次会见市长莫哈默阿敏 行动党交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随后宣布 市政局从即日起无限期搁置这项措施 直到当局重新检讨拟定新措施为止 他们必须先付出这个 各油器的清理费前五元 才能够获得制造的更新 所以这是很不合理 所以刚才我们也形容 这等于是一种恐吓的做法 那么市长刚才听了我们的 因为这已经引起了影视业的重路 所以市长也同意会检讨 检讨期间 所有餐馆都不需要缴付这笔费用 就可以更新营业执照 至于已经付款的业者 当局会在检讨完毕之后 按照新制定的价格回扣给业者 另外已经在上个星期一 暂停的市政局外包锁车措施 市长也已经同意无限期搁置 直到新任联邦直辖区部长 或相关部门部长上任之后 才公布最新决定 第三项则是吉隆坡所有政府组屋 和人民组屋的重新粉刷工程 陈国伟透露 这项高达1亿8千万令吉的工程 是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 委任承包商 除了已经开始粉刷的组屋会继续完成 其他工程则会取消 八度空间林晓彤 吉隆坡报导